3月19日是谢依林的生日 生日当天谢依林含泪宣布自己终于结婚了 之前谢依林在《小时代》中主演唐宛如 其活泼大方的性格 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被男神所青睐 回到现实时却不有的心酸 在电影中谢依林将唐宛如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承担了电影的全部笑点 现实生活中的谢依林性格和电影中唐宛如的性格极为相似 因为直率的性格被不少观众全粉 也一度因为她丝毫没有心机而被粉丝认为 她上男朋友还是有些难度的 宣布结婚后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 谢依林大方晒出自己家中的猫和美照 一向神经大条的谢依林变身成一名合格的暖心妖心人 如今受联成功的谢依林晒出美照 几乎美的认不出来 和之前那个大笑都要鼻孔朝天的唐宛如宛若两人 看来如今的谢依林已经不是当年的唐宛如了 要说起谢依林的老公 其实两个人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相识 据谢依林表示 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 她和如今的新婚丈夫就是林相 两人在学校组织的联谊活动中相识 如今相恋已经有十年之久 之前还担心谢依林嫁不出去的真是想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